哈喽大家好,欢迎收看本期视频 近日由吴秀波、刘涛等主演的电视剧 大军事司马懿之虎小龙依 目前也是很快就要接近尾声 在之前的剧情中司马昭残杀大嫂 嫁祸与自己的哥哥司马师 也是看到一众网友直呼 司马昭真是恶毒 连自己的今生哥哥都没有放过 在最新的剧情中 司马昭又在家后却爱受皇帝之命 立马狂乱对司马懿家不利的时候 司马昭又把司马昭的大舅子给抓下狱 真是可怜了 司马昭又给自己的弟弟当了替死鬼 还丢掉了自己的一只眼睛 据悉在后期的剧情中 司马昭虽然和自己的父亲司马昭 知道了司马昭所做的一切事情 但还是没有对自己的兄弟痛下杀手 数年后司马昭却因为眼睛 而早早的了却了自己的一生 司马昭则继承了兄长的位子 狼子野心终于在此可以实践 17年后司马昭之子司马昭 戴威力尽结束了断断纷争的三国时代 喜欢的小伙伴一起做等他进去的上线吧 更多好看的剧情继续关注